Te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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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到Tesla的这地方 今天应该会试驾Tesla 100S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视频呢 或者是 差不多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有 有机会接触到Tesla的 其实这个品牌已经出现了很久 2003年就听说过 然后直到今年 直到一个月前我才真正做进去有摸过Tesla 然后觉得 有点意思的一个品牌 然后我从来没有 不是这是我第二次驾Tesla 第一次我驾的是 75D 对应该是我朋友的75D 我驾的时候你需要有保险 所以在英国这边 这个地方就是励志的一个Tesla的体验中心 可以在这边买 你看到我驾的是宝马 但是来到这边Tesla我旁边 Tesla现在可能是是不是80万 是80万 80万左右 对 加到税加到完 基本配置80万 但这边就有几个Tesla 今天就是我等一下会进去 我进去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拍摄 Tesla 如果不能拍摄的话我也很想记录我今天 试驾过后的心情可能就在我车里面会录制 这个视频不是想来这边 然后这个试驾应该是免费的 不是想来这边突然间就想拍这视频 而是我真的很想 记录下 当你试驾这个 Future Tesla的 那种感受 因为我是一个宝马控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宝马 前置后驱的那种平衡感 一个 M3的价钱 或者是两个M3宝马M3的价钱 才买到一个Tesla 它到底 为什么那么 我一直不知道 当之前我摸它的Interior做工的时候 我发现里面很多的高科技 这个公司才2003年到现在 2019年就差不多 16年的时间 差不多16年时间 当然 之前 有一个的CEO 就是PayPal的CEO 把Tesla 推广出来 就使到现在很多人 开始知道特斯拉 如果你知道特斯拉的话 它就是电池 应该是电池的发明人的名字 成立的这个公司 很有意思的公司 很有高科技的东西 但是它是否能够取代现在的 传统的汽车 算了 还是把相机放在车里面 就用我的手机去拍摄特斯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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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去Turbo S 912 Turbo S 不是我家是我朋友 是我一个老板有钱人家我跟他不熟 但他就要 short off 试验给我看其实我很难受 但那种感觉这个我觉得感觉比那个还快 这个加速真的是 这3.0还不是2.5的加速当我驾的时候 哇那个心跳的感觉真的是那种很爽很高速的感觉 然后给你看到 整个操作 换挡基本上在这边就基本上可以完成 我把空调关掉 可以看到这一个操作就一只手你可以就驾驶然后 R就是退后 R就是退后然后D 就是向前 N就是停止或者P 所以整个操作 驾驶起来觉得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因为当你驾惯传统汽车的时候 这个操作啊你说这样子就可以开车 这样子就停稳了 这样子就启动了这样子就退走 基本上操作起来一只手就可以 很容易的驾驶停车 可能是难的 难的 然后第2个 我很喜欢的就是我刚才试的自动驾驶 然后真的是 他会跟着那条线很多的相机去看 当然这个有很多的争议在里面有时候还是很危险 我个人觉得 这样子会拿走了我的驾驶乐趣 如果是长途很boring的高速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好 但如果是苏格兰那种路的话 我喜欢自己驾驶的那种感觉 所以自动驾驶 并不是成为我一个主要考虑的因素 但是 还有一个是充电 给大家看 红色的这地方就是充电的 整个英国充电的方式 就你看到伦敦 英格兰底下这边充电都很满 但到苏格兰上面的时候充电就比较空 在中部的时候充电也没那么多 所以在立直这边充电好像只有一个点 就基本上周围的人都要来到这边特斯拉充电 充电20分钟你可以 充50% 就可以回到家了基本上然后充40分钟就基本上充满 就基本上一个小时内你可以把特斯拉整辆充满 整辆充满的是看你怎么驾驶 驾驶一般可以去到240英里的路程 所以还算这个还算不错的 240英里可以去到伦敦 所以基本上立直到伦敦的距离你可以覆盖到 如果是当天来回你就不需要停止去充 停在休息站去充电 但是一直在伦敦的休息站充电的路程就还很多 但是如果你是经常在苏格兰这一地的话 或者在比较山喀拉的地方的话 你可能就是要炒充电器 如果我经常上苏格兰的话 我觉得特斯拉暂时还没有在苏格兰上面 有几个 可能将来会有 但是现在的充电的 地方你要去选择整个控制下来 整个做工下来 让我觉得这个 的确是一个比较premium的 全景天窗 可以看到 然后做工 这是100的Model 很有意思 基本上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的 或者比较将来的 汽车 Model S 他这个 做的蛮舒服 这个不是真皮 但这个是蛮 有点爆 有点爆 等一下 这个不是真皮 这是白色的 人造格 但是很舒服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脏吧 我不知道我没用过 但整个做起来 做工 很舒服 让你驾驶起来觉得 他不会觉得那种 太便宜的感觉 的确是蛮贵的一辆车 可以看到是蛮贵的一辆车 屏幕你可以看到屏幕 当我快门速度去到 1000的话 他屏幕还是会闪烁 还是会闪烁 我把这个快门掉一下 这个屏幕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屏幕 特斯拉Model S Performance Card 这是蓝色 29 整个驾驶是蛮有意思的 很好的一个体验 但是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我去购买 是蛮享受的一个测试 可能下次有机会跟大家看一看 聊一聊关于特斯拉 是好车 但是有点贵 80多千 但是 你不用每年去修它 就是这样 还有你看 下次见 最后的一个项目 我们要望 还是先走 我们要不能接收 的 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 跟我们一项 您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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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